劳动部的高屏彭东分属于成功大学合作设立的半导体产业人才培训据点 28号在高雄地标85大楼是正式启动 这看重的就是85大楼地处高雄的重要位置 像是捷运轻轨其实都相当的方便便利 而劳动部劳动力八检署长致辞时也表示 希望透过产观学三方的合作模式 共同培育南部的半导体人才 盛大的启动仪式宣告劳动部与成大合作设立的半导体人才培训据点正式开跑 现场近50位产观学界代表共同出席共享盛举 高雄地标85大楼因为地处高雄市中心 捷运轻轨等大众运输工具往来便利 成了劳动部携手半导体知名大厂 像是日月光强帽华邦国具等 透过产观学三方合作模式 培育南部半导体人才的重要据点之一 希望这个据点绝对不是说 办个一年两年不是 我们希望这就是可长可久 是一个在高雄地区 我们对半导体人才的培育当中 一讲出去人家第一个想到就是 我们跟成大在这里有一个半导体的人才培育据点 宽敞的教室空间还可以远眺海景 以及崭新的客桌椅设备 半导体人才培训据点规划的值钱 以及在职训练课程 从六月起将陆续开班 高雄推动半导体产业 二月先是影迹默克设立的科技园区 在路主动工 台积电高雄厂未来也将发展先进制成 成立据点 除备人才也在替将来半导体狼带铺路 我们在这个对外造商上说没问题啊 这个成大都来设了 你觉得这边会人才会有缺吗 加上我们这个在地的许多实际所 大学院下都有相关科系 所以人才的部分没有余力之后 那当然其他各方的调整 我们就以这个最高的效率 最好的服务来提供他们 所以这个半导体的这个相关的产业链 就越来越完整在这边 台湾半导体在全球产业链扮演关键角色 人才培育则是维持产业优势的要素 透过产观学三方合作 期盼替半导体产业增添省力军 记者刘云发高雄报道